我们继续前面一段时间 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 就是俄罗斯是这个世界上很左的国家 那这以色列是非常右的国家 甚至可能是两个极端 这个判断当然可能很多人会不认可 那我们说另外一个是事实的情况 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几乎是以色列的1000倍 俄罗斯是1700万 还有一个小零头 是09吧 那么以色列呢 大概是2万多 事实上它很长时间是 这个巴勒斯坦这边一点一点 吃了一点吃了一点 这么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说1000倍也不夸张 俄罗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食物资产的国家 土地多嘛 然后还有半个北冰羊嘛 然后这上面当然就有很多矿产 那么以色列事实上呢 我想是美元的一个重要的根基 如果加个之一也可以吧 这毕竟是货币是美国的 但是呢 你像这很多的这个顶级的 比如说贝莱德呀 先锋领航啊 这些啊 包括说这个族群啊 这是有纽带关系的 除了美元啊 石油啊 这些我们的猜测 像媒体领域 内塔尼亚胡先生 他自己也提过 以色列是拥有很强的话语权的 这些都是虚拟资产啊 那这些虚拟资产的总和 其实加起来是极为庞大的 甚至我们说是不是也有可能来到俄罗斯的千倍呢 当然这个就不好估量了 它不像领土一样 这个数据可以直接相处一下 那我们从虚拟跟实物的这两个角度来讲 其实俄罗斯跟以色列是世界上真正的超级大国 真正的超级大国 那么跟中国跟美国是可以逼尖的 是齐平的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 他们说超级大国那是特长方向 也有自己很大的短板 比如说这俄罗斯 那虚拟资产那就少得可怜 比如待会我们说的这个科技媒体这方向 那是差很多 那这以色列那国土面积实在太小了 而且你很多还是占了别人的嘛 那全世界都这么说 虽然说以色列自己也很不服气 是吧 这个可能觉得自己也有很多 觉得自己贡献大了方方面面 但是别人不承认呢 问题是这 就像我们说俄罗斯一样的 那他觉得这个领土是祖宗留下来的 但问题是还有很多人人口太密集了 你这里这个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相互竞争性解体的 这么一个最大的推动力 就是我们说要均衡 对吧 要和谐 要发展 要合作 不能太贪婪 所以我们说这个竞争性解体 这个终极动力在这里 这我们就说回去了 我们就来最近的新闻开始聊起 刚刚我们说这俄罗斯 这虚拟资产不多 但也不是说一点都没有 那以前的时候 他的很多凝聚力 比如依赖这种分配方式什么的 但是你分配 你也要有创造新的虚拟资产 过去30,10年 什么叫新的虚拟资产 比如说科技厂业 半导体厂业 那么这些方向呢 是科技慢慢往媒体方向走 那媒体就是虚拟资产 那俄罗斯这几十年有一家 那Telgram就是其中一 最有影响力的应该是 他的老板现在是被法国逮捕了 他有多重身份 这法国的国籍是肯定有了 可能还有俄罗斯啊 还有其他国家的国籍 那这位男士啊 这非常的年轻 大概只有40岁的样子 只是84年出生的 那么是俄罗斯相当于首富级别 那超过百亿美元的这种身家 那Telgram这种世界级的社交媒体 越活能够接近10个亿 是我看数据是9.3吧 很厉害了 那基本上面俄罗斯除了中美以外 其他的国家没有这种级别的社交媒体 世界级的 现在法国给他的指控是 洗钱啦 还有比如说这个支持恐怖活动啦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社交媒体 应该主营业务就是针对普通大众吧 就算会涉及一些俄罗斯的政府部门 包括乃至于军方 可能也就是皮毛啊 肯定不是主要的这个事情 那这样子去往这个方向上走 好像这边界就有点跨了 跨过去了 一方面是这种军事上的这种行动 已经开始往民生方面去蔓延 当然这也不出奇 你像北溪二号啊这些也都往基础设施上面走了 北溪二号是国与国之间的 那这个Telegram其实也有国与国之间 但俄罗斯自己民间的商业的包括政府部门 因为自己是知名企业在自己国土诞生 当然是主要的很多活动都在这里完成嘛 包括现在很多的西方的这个制裁 那么当然这个Telegram是是没有这么去操作啊 那我们就看到如果说这里Telegram面临问题的话 俄罗斯软性上面的这个就面临很大的这个被直接的压力 你这国家的一个基石之一嘛 那至少是一个小小的柱子啊 就面临压力 那这还不提我们前一段时间说 这国土啊 这几百年来其实很少遭遇过被入侵的情况 就他一直是成长的 从沙皇一直到苏联时期 一直到现在 当然苏联有解体的情况 但其实解体很多碎片还是围绕着俄罗斯来撞动的 包括我们看到他2014年拿下克里米亚 甚至有时候还能把碎片重新吸收回来 那么现在这个库尔斯克州 差不多1000平方公里 这个乌克兰又重新把这个俄罗斯原来的肉都咬了一小块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局面真的是 就从俄罗斯很难承受的食物 土地这些 然后来到虚拟的 而虚拟的按理说 这不是他的强项 好像他不会那么看重 这恰恰想法 因为我们看到斯威夫的这些俄罗斯被踢出来之后 实际上是比较痛的 虽然说他刚开始短暂了 因为欧元绕过去 后面借助人民币很多方面 但是他肯定背后是有代价 那么现在往特冠走 后面是不是往互联网方面继续延伸呢 这是俄罗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当然现在我看到消息 这俄罗斯杜马副主席 迪旺科夫敦促促 俄罗斯外交部立即采取行动 设法让法国释放 杜罗夫 也就是这位亿万富豪 那这个效果会有多好呢 是迫使法国释放出来 还是说采取对等报复的措施呢 我们知道对等报复可能难度比较大 法国背后 是不是美国主使咱们不好说 但是跟美国通气 咱们这个不可回避吧 应该是至少有这个层面上的吧 那么这难度比较大 但是你能迫使法国放回来 好像也不容易 所以说现在俄罗斯必须要面对的 这个问题就是 要有战略性的真正的反制的措施 才能阻止这一进程 因为这种实打实的属于自己的虚拟资产 俄罗斯手上可不多 如果这些都没有握在自己手上 那么比如互联网的安全问题 那么可能就会面临被更深度的切断 这可不是说这单一的事件 我记得前些天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俄罗斯有个杀毒软件 很厉害 叫卡巴斯基 我说这个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要求把卡巴斯基封杀了 甚至我们说是不是会被踢出互联网 我们这个推测 是不是说有一定的道理的 这虚拟的这样野兽说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何以解忧呢 光靠杜康肯定也不行啊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 说到把这个国家的方向 可以稍微调一调 其实也是挺好的 我们说建立一个超主权的这种区域 进行一个开发 对吧 我们说对人类只要贡献足够大 问题终究是能够解决的 他也要想一想 这个世界很多人资源不是很多 而且这个世界很多人 他非常的勤劳 甚至都不能拿很多 也要想一想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穷苦人民 过去几百年的领土惯性也好 还是说上上场的这种格局也好 不管怎么样 是什么样的一个期许 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情况 都要面对现实情况 然后做出调整 而且速度越快越合适 随时要把俄罗斯 包括很多国家的国家意志 拉拔到人类的高度 你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 这个国家的生存才是非常稳固的 我们是很客观 很均衡的去说这个问题 不是说这个骂骂咧咧的说 我们一定要肢解谁 没这个意思 我们说他们现在面临什么境况 我们能提供什么解决方案 那么超主权这个方向我们聊了很多 跨民族跨文化 东北亚激活了之后 这个整个就活络了 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就来说一下美元方向 美元在过去四年 我看了一下2022年4月开始 美国开始进入一个加息周期 那么美元指数已经超过了100 已经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了 这两年半 美元指数是伊朗之货币 包括像日元 欧元这些都是他对标的 当然这个人民币他没有记录进来 但是人民币对美元才是真正这个世界的中心 当然他们的直接交易量不是那么大 包括人民币在Swift里面的比重不高 这些扭曲在未来一段时间 应该说都要得到修正的 这些不合理的地方肯定是要修正 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这个美元面临的这个内讧啊 就是川普先生他在提币圈 而区块链 这个替代这个美元 很多人担心 是不是说这个美国这35万亿美元呢 要赖账 这个外汇储备 要不还什么的 这些可能不是主要的问题 其实他应该还是想落过这个美元 因为美在其实主体部分还是内部买的人很多 当然主权的也很多 但是首先反对的 我想可能美国国内的力量都不会比国外的差 那这就说到一个问题 他内讧是不是说跟现在的这个以色列 在中东面临的局面有一定的关系呢 我个人觉得是有关系 但是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直接的证据 因为美联储是私人银行 这是事实 美联储背后还有很多个小一点的美联储 共同组成的 他们都有投票权 那么美国国债呢 那是政府的负债 那政府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钱 就是从美联储这边借来 那么我们这样就知道 如果说这美元被烙过去了 那就是说这美元在一定程度上被废止 这让我想起 这就是美国不是有一个很厉害的连续剧叫权力的游戏吗 那里面有七八个家族 其中有一个家族好像是靠放高利贷为生的 那么就是各个家族之间打来打去 要去找其中一个家族去借钱 那么如果川普先生用了这种区块链很多东西 那不是把这些都捞过去了吗 那这方面是美国内部的这种美元的争夺 如果仅仅依靠内部的话 我们刚才说川普先生可能选情不是那么乐观 但是如果外部环境有变化呢 如果这种斗争延续到延烧到外面呢 这局面可能就会变了 而且本身美元的这种强势 它也是依靠外部的跟内部的结合 对吧 那所以说内讧跟外部的这个受到的压力 当然是要结合在一起看 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动力 那么现在美元外部的这个压力 我们看到这中东局势在加快演进 就最近这24个小时刚过去的 这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大规模袭击了以色列 同时呢 这真主党表示 这第一阶段的袭击已经取得成功了 那么以色列总理内陶尼亚胡先生说 谁伤害我们 我们就伤害谁 这个剑拔弩战的局面是形成了 那我现在拍摄的时候还周一还没来 不知道石油价格会怎么样 从石油的角度来看 这加息的进程应该是要让油价下跌的 那么这种紧张气氛肯定会破坏美联储加息的进程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 这以色列跟美元之间应该说是有较多的关系的 当然你要说非常实锤的证据 咱们又拿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不展开了 我们只能说有一个猜测 那实大实的是什么 就是石油 对吧 就是石油 那美元在计价全球商品里面有很多个重要的支撑 其中一个主要支撑是石油 特别是在跟苏联竞争的时候 这个石油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其实过去十几年的话 中国的商品其实也是美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撑 而我们买他们的国债很多地方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美元 但是根上起码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石油的问题 那这一点呢 事实上跟以色列在这个地区的能量是实事半定的 这也是以色列可以借石油在美国产生广大的广泛的影响力 那这种广泛的影响力就是它的虚拟资产 而这种虚拟资产的话 在现在此时此刻很显然 这种石油的定价 产出多少 它的安全性 你要受到黎巴嫩争阵阻挡它的意志 包括这背后这伊朗 它背后的意志 来共同分享 这个石油的价格 那这就不是说你在美国本土的气货市场上发布一份报告 就能够说我这个储备多了 油价就下家 储备少了 油价就上升 有这么容易吗 那要看战场的形式是怎么打 往什么方向上演进 在观念的节点上怎么变动 光从石油我们就能够知道美元现在遇到的困境 确实是像他的这个主席现在说的 可能要降息 降息的幅度可能呢 刚开始就会比较大 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川普先生他说要用区块链 用币圈 用什么比特币 这些东西取代美元很多方面 这可能吗 你不会这么剧烈吧 你这剧烈就不是简单的社会改革这个问题了 对吧 这个很难推行 他只是吓唬一下对方 是牵制一下对方 就是你在这个利息太高了 往后要搞的话 这个制造业回签 他不好搞 另外就是也要压一压对手 你现在不是能量无止境的 让对手知道自己 知道对手的破绽 我们再看国际上面 其实对于美元这种扭曲 大家早就看不惯了 其实吃亏最大的还是我们 你说能币 自己不能计价这些商品吗 当然是可以 但是因为长时间合作的因素 那么这个还是一个惯性 能币的国际化的推动 越看你越会发现 这个事情光靠金融体系内部 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它全面的推进 这整张金融网络过去100年的时间 很长时间 就是美国呀 包括以色列 他们包括西方国家 这很多都参与进来 主体是美国 就是美元在全球面临的压力 它扭曲了很多国家的 这些核心资产 就是通过货币的方式 让很多国家的资源是贱卖了 人才也贱卖了 那么修复美元 其实是美国跟以色列 可以去做的一个事情 或者我们说 怎么修复呢 就让它贬值 较大幅度的贬值 其实是有利于 美国长期的改革的测试 就是增刀增枪 那还是靠发展 如果你制造业 真的能够回流 你通过社会改革 很多地方 那么恭喜你 那么人类又多了一个 财富真正创造的方向 而不是现在 我感觉都是 这美元这种价格 这不是就是拿别人的东西 拿的比较多吗 这不合适 就是让美元大幅度贬值 这算是比较中庸 比较可行的这种建议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 狂妄的想要持续长时间 维持百分之五 乃至于百分之十的利息 维持个好长时间 比如说五年 你要考虑得有那个能量 那么这是我们 非常中肯的建议 对吧 这要不让引起更多的混乱 那另外我们回到 俄罗斯跟以色列 这个身上来看 我们为什么说竞争性解体 就是他们自己身上 强大的地方强大太多了 短板的地方 短得太狠了 这木桶它容易漏水 所以说怎么办呢 把自己这个长的板 自己削掉一些 然后把自己短的 慢慢修起来 否则的话 我们从某个侧面看 确实这个木桶 长得很大又很漂亮 中间的辛苦 只有自己知道 那装不住水 没有办法过正常的 这个生活跟日子 你像以色列现在这种状况 这中东的国家 伊朗还没有出手 这确实是压力很大 你像俄罗斯这边 这北方四岛跟日本 还有这个领土争端的 日本一直咬着不放 日本觉得我自己太可怜了 资源太紧张了 那这还是利益相关方 利益不是那么相关的 比如说印度这个国家 我们也讨论过 他的解体问题 他确实内部问题很多 但我个人后面 又修正了一下 确实是因为问题太多了 他可能解体 现在反而不太合适 我们还是不愿意看到 出现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那里十几亿的人口呢 就是印度现在是一个 很关键的考察 以色列和俄罗斯的 解体的一个指标 因为印度 他现在新进成为新的横跳王 以前横跳王是土耳其 对吧 武藏他都可以得罪 那现在的话 是印度 他也可以继续得罪武藏 因为印度问题太多了 他每天都是 跑到别人家门口 I'm hungry 我很饿 我很饿 那你拿拿怎么办呢 难道说都到家门口了 不给一口吃了吗 那你还是要给一口 所以我们看到他 那前两天莫迪先生跑到了乌克兰 对吧 那这个不就跑过来跟俄罗斯说 I'm hungry 对吧 那在中东这边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 朝以色列 特别就是针对美国 也会说 I'm hungry 对吧 他其实在我们的边境地区 也每天在喊 I'm hungry 你说他那么穷 那就给一口吃的吧 那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莫迪先生 印度在中东和在东欧 他们的活动频率 就可以从侧面去印证 这两个国家面临的这种解体的压力 最后我们回到我们人类大家庭 以色列和俄罗斯 应该说 他的社会发展 跟民族性 是有各自的特征的 甚至我们简单点说 是极左的俄罗斯 包括他的苏联 他的思想是平均主义多一些 到现在他的平均主义 还是比其他国家要做得更好一些 特别是跟西方国家比 做得好一些 那么以色列呢 他在推动自由经济这一块 科技方面这一块 自由竞争这一块 确实是深刻的影响了美国 包括自己的这个 很多的方面的发展也不错 那但是呢 也是从这里慢慢的走向了垄断 极左也有极左的问题 又有问题 但是其实归根结底啊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还有 刚才我们说的一大通的这个 利益分配的问题 但你回归到中间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左跟右 都不能太极端了 所以说这当然也是一个 很小的一个解读方向 但这不是主要的 所以我们把它最后说一下 就左和右 其实它也不是主要的问题 但是我们 如果要从左右来考虑问题 还不如先回到 刚才一大通的这个 利益分配的问题来 怎么样操作 怎么样走 然后再回到我们左右来看 最后我们看 走中间是比较好的 两边啊 太极端了都不合适 然后我们回到中庸平和 平等公平一点的利益分配方式 然后共同的推进人类往前走 我们有得人在想象跨行星的这种物种 我们人类要去实现它 去月球去火星上面居住 但是我们首先要把地球的问题给解决好 或者这个比喻也太遥远 现在这个星球80亿人 现在有什么事情最重要 就两件事 或者说就一件事 就是这两场战争 这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它 是慢慢把它缩小变成冲突 还是慢慢的把它放大变成世界大战 那不管往什么方向上走 但是这个最后的利益走向 我们仍然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 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 所以说肯定还是要聊的 肯定是要一步一步的凑事 向前推进的 这是不可避免的 好 这个片段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